我不相信民众党会因为柯文哲被积压 就这么样的散去 民众党没有这么的弱 民众党现在失去了小草的支持 这些人应该转到民进党身上 结果也没有 这些坚韧的小草们 他们还是屹立不摇的支持阿伯 他支持阿伯的精神 那阿伯的精神 有谁可以接棒 有谁可以承接 陈贝奇又是一个最佳人选 自己的老公因为政治迫害 蹲在看守所里面 那代表说是政府的无能 政府司法不公 政治破坏所造成的 现在的陈贝奇才是民众党 接下来要挥军2026的政节 柯文哲的靖总 财务长李文宗 跟这个前台北市殡议局的局长朱雅虎 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 28号的时候呢 在经过检调约谈之后 这个是李文宗 这个是朱雅虎 很明确的他们是 已经遭到了积压境界 那有律师就分析说 这个柯文哲很有可能 这个图利跟收贿的罪名 这个风险是直线上升 而且如果真的最后坐实了违背职务收贿 对罪的话呢 柯文哲可能面临最重的这个 最重的刑度是无奇徒刑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感觉减掉 似乎已经到了最后的收网阶段了 那现在的柯文哲 当然我们说案情面 我们希望 我们一直跟各位报告 我觉得案情面 大家每一天 不管说政论节目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新闻 做一些讨论 我觉得其实就够了 我们主要是要谈论到说 那接下来柯文哲这样的话呢 影响到的层面会有多广 因为我们知道 民众党毕竟现在才是成为 所谓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 关键的第三势力 关键的第三力量嘛 那当然很多人都关心说 那民众党没有了柯文哲之后 柯文哲如果真的被判 无奇徒刑之后 接下来的柯文哲 接下来衍生到的民众党 该怎么办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否则2026民众党提前出局啊 不用讲2028 2028都是梦一场的啦 已经不可能了啦 所以我就说嘛 现在的民众党 应该要积极的去思考说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那当然知道我们知道啦 现在这个案情 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不离不弃的铁粉们 一直在支持着阿伯 我们的阿伯 好 每一条电子报呢 有一份民调显示啦 我们的民众党这个好感 民众党的这个好感度 正向跟负向的评价 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好感度 跟上个月相比 竟然增加了3.7% 已经来到25.6% 那民众党的负向评价 的部分呢 竟然是下滑了5% 来到了60.3% 所以看到呢 现在的民众党呢 竟然没有因为柯文哲 这次金华城案子 这个钢铁小草没有因此 就失去了信心 对于民众党 还是非常的力挺的 因此呢 也反映在民调上面 你看正向评价 已经增加了3.7% 那负向评价是下滑了5% 好 这个是一部分 但是呢 另外一上民调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尴尬了喔 另外一上民调呢 却显现出 等一下喔 另外一上民调就有点尴尬了喔 直接跟各位报告啦 现在的柯文哲 他大家有问他 就是有一份民调有显示说 大家差不多相信柯文哲 会在赖清德任内 被判刑跟坐牢 在9月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月 呈现的民调是54.3% 7月是37.5% 也就是说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 接近破五成的人 认为说柯文哲 可能会被判刑坐牢 那你说这件事情 对于小草们会不会受影响 绝对心情上会受到影响 但是问题是 小草反而不会因为柯文哲 会不会被关 会不会被判刑 就背道而驰 不挺民众党 所以就是说嘛 当初民进党设计了一场大戏 以为说啊 柯文哲一旦进去了看守所之后 赖清德民进党 就可以得到相关小草们的 回过头来支持 可以得到政治红利 结果没想到呢 这些小草们 确实还是坚韧的挺着阿伯 而且不会因为阿伯被关 阿伯被积压 就反过来去支持民进党 反而呢 现在对于民进党的一些 加分的想象 或者是想法 反而是越来越糟糕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的氛围 那也因此呢 现在赖清德也会怕嘛 说会不会担心 赖柯文哲这件事情 可能如果民进党 谈论太多的话呢 就会让人家有一种想象 是不是民进党 是不是执政党 用政治力来介入了司法 那代表着现在小草这些诉求 司法不公 政治破坏这些事情 都已经是奏效了 所以现在对于柯文哲而言 当然你说 他的能量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现在能观察就是2026 那基本上2028这件事情 坦白说 基本上已经非常渺茫了 因为2026这件事情已经 我觉得已经 基本上可能会走到 下场会不会跟2022非常像 你知道吗 我们的民众党在我们的2022年的时候呢 当时推出了三位县市长候选人 还有支持一位无党籍的候选人 那全台湾总共提名了86名议员 最后全台湾只当选14席 当时的民众党的声量 正好的时候是长那个样子 但是现在的民众党 已经逐渐的走下坡了 那既然已经走下坡了 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有谁可以来救民众党呢 其实自己呢 我大概都在想说 这个大家一直在讨论嘛 会不会是谁啊 会不会是黄国昌啊 会不会是蔡壁卢啊 我说我跟各位报告啦 我是觉得 这几个人的几率都很低啦 我觉得现在他们 现在民众党全党 要对抗所谓的这个 司法不公政治破坏这件事情 很明确的 这个能量只有谁 可以继续带领下去 让这些小草们不会散去 而继续的肯愿意支持民众党 肯给民众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认为只有这个陈佩琪 因为我们知道陈佩琪嘛 在9月24号上个礼拜 已经从联谊退休了 那之前在柯文哲积压之前呢 陈佩琪就一直被传出说 他有没有可能加入民众党 参与党务 而当时的陈佩琪 其实也都没有否认 那现在唯一能 延续这股能量 继续让民众党维持下去的量能 其中的关键人物 我认为就是陈佩琪 陈佩琪的几率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如果由陈佩琪来 代夫出征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可能成为家话 也就是说自己的老公 因为政治迫害 蹲在看守所里面 那代表说是政府的无能 政府司法不公 政治破坏所造成的 那没关系啊 只要陈佩琪每一个礼拜 出来喊一个口号 全台跑透透 我不相信民众党会因为 柯文哲被积压 就这么样的散去 民众党没有这么的弱 如果这么的弱的话呢 民众党现在民调 应该只剩5% 民众党现在 失去了小草的支持 这些人应该转到 民进党身上了 结果也没有啊 也代表说这些 接任的小草们 他们还是屹立不摇的支持阿伯嘛 他支持阿伯的精神嘛 那阿伯的精神 有谁可以接棒 有谁可以承接 陈佩琪就是一个最佳人选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现在的陈佩琪 才是民众党 接下来要挥军 2026的政杰 那当然如果大家 你也可以攻击 我的这个说法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嘛 现在民众党 还有谁可以扛这个责任 其实非常的少 基本上也没有人 所以唯一可以让民众党 内部服众的 唯一一个人 唯一的民众党政杰 或许可以考虑看看 陈佩琪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